大家好,我是严太郎,又到周末了,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下周美股的行情 过去几周对美股的预判,严太郎自己都吓到了,都非常准 当然就是说严太郎说两种情况,有可能涨有可能跌,但是也给出了自己的倾向 那自己那种个人主观的倾向都还是挺准的 我们还是一如今往的做一个复盘,然后看一下下周的行情 这个是上周的,上周说的,上周严太郎说,个人主观 是看下跌探底,下方目标支撑是5710 这个一开始写的是5770,后来讲视频的时候改了 大家看一下上周视频应该记得,我们现在实际的行情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到就是跌到这个红色的,比较重要的一个 红色的是比较重要的支撑压力线,就是往这个地方 最低是5702,误差8点 这是严太郎上周画的,大家如果是把严太郎上周的视频 拿来再回复一下,就会发现这是多么神奇的准 ABC,但是严太郎给两种判断 一个是五浪下跌的模型,一个是ABC这样模型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要么是这种C浪下跌 要么是三浪下跌,都一样的 这个严太郎把它叫做不确定中的确定 这是from uncertainty to certainty 严太郎做交易的时候就喜欢做这种行情的交易 为什么呢?不管这个市场未来是涨是跌 那么这一段肯定是要跌,要么是涨 严太郎在自己的私下有分享,没有公开发视频讲 自己也是在做交易的时候,特别做比较短线的交易的时候 用了这个思想,就这一段行情 那么这个点位,我们看一下变盘日 变盘日当时是没写上去的,让大家参考港股的变盘日 港股变盘日是周一周四周五,我们看一下 周一周四,周四准的对吧,周四周五,这都算变盘日 周一的话,周一的话没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所以周四周五这两个是特别准的,很神奇 上周,我们看一下上周点位 点位最高是在5850,最低是5710 5850在哪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第一压力附近,5710就在这个,这附近 所以说,颜太郎的话 上周说主观是看下跌探底 下跌探底,那么就是探底了 点位的话也准的 变盘日也准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神奇 好,我们看一下下周 下周变盘日,这一周终于把它写上了 变盘日大家第一个关注 11月7号周四立东,这一天特别重要 好像对二十四节期的这个变盘日 对标普500还是特别神奇的 我觉得在清明节那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天 清明节那天就是特别神奇 对4月4号,但这天清明节 大家看到没有,好大的阴线 而且高开,以为是要往上走 结果直接收盘就收得很低 这清明节那天的行情 那17号立东嘛,立东是一年最后的啊 最后一个季度啊,冬季嘛,冬季到来了 就是,所以特别关注 然后11月8号周五,大家也关注一下 这是严谣自己的算法推算出来的一个变盘日 也就是下周的后半,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 那么上周大概刚才说了,又神预判啊 继续回调到5710,并且有反弹又打回了原型 就是指周五啊,周五大家看 周五他反弹到的高点也是5772 也是严太郎的点位啊 这个对吧,对吧 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再上去 再下来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严太郎说的啊,5770 这些支撑压力上在起作用 像这样的行情,说实话 你一般的什么均线啊 各种KDJ指标啊,都是没有用的 只有这种最简单的支撑压力才有用啊 所以严太郎大家看,很少看这个均线啊 什么MACD啊,都没有意义啊 因为像这种行情,你什么线都不起作用 只有支撑压力起作用啊 大到质减 所以严太郎觉得这个目前自己创立的这一套 就支撑压力的分析系统还是比较准的 而且比较适合做交易 好,那么就是 后续的话,关键看 5710能不能撑得住啊 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已经一次两次测试了 三,事不过三啊 有可能往上再反弹一下 三次测试 那么第四次可能就下去了 所以严太郎个人主观 并不看涨后续的行情 起码在这个位置的行情 不看涨啊 可能一些小反弹就往下走了啊 所以个人主观是看这种模型啊 其实这个四浪是不是如果是看小时的K线 或者比较低的级别K线 大家看到已经四浪已经反弹了 但日K线上没有 有可能这个地方再震荡一下再往下走啊 所以这严太郎是比较悲观的 对标普500后续的行情 起码比较短的时间内行 其实比较悲观的 这个支撑 称不称得住 严太郎有一句话 严太郎说支撑 极非支撑 市民支撑 这句话是极非市民 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句型吧 是来自于金刚经 金刚经这么说 佛说第一波罗密 极非波罗密 市民第一波罗密 佛说如来说 世界极非世界 市民世界 就是类似在很多金刚经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太执着啊 这个地方是有支撑 但它其实也可能撑不住 就不是支撑的 因为它是支撑 所以我们要去 比如做交友做单子 如果是撑不住就算了啊 你如果太执着 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支撑 它就是支撑的话 那么那也有可能比较执着 比较就陷入自己思维的监狱 就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亏损啊 就是不进行相应的风险控制 好 那么这个压力的话 大家看啊 577 583 589 就是这个 577 这地方已经测试了 然后583 在这个地方啊 在589 就是强高 那么说实话 就是 重点压力点位 就是570和强高了 那么支撑的话呢 现在570这个位置 是比较关键的 570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看 盐才能给的是红色的 红色的支撑线啊 如果破了的话 大家有可能在这个 黄色的 下一个黄色的 这个支撑上见了 也就是说 可能跌到这个区域啊 所以说 若跌破5710 向5410看齐 这种思维方式 有点跳跃性的 但是大家 不要太 想的太那个了啊 想的太好了 就是 还是不要太执着 这是盐才能个人的一个 预感或者直观的感觉吧 如果这个地方 震荡震荡破 就有可能去到 这个这个地方啊 虽然中间这些有区域 有可能中间 也有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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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后可能还是要在 这个这个地方 去找支撑啊 呃 其实美股的话 盐才能 呃 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这个已经长得太久 我们把那个周K线图 拿来看一下 长得太多 太久了 其实长得太多 太久 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自然法子 就是物极必反啊 所以说 长太多太久 有可能就是 来大回调 当然 8月份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回调啊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 这为后面后续上涨 是急需的动力 但是总体来说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月K线图 这非常 非常宏观壮观 从2022年的 10月13号开始啊 那天记得很清楚 这突然就是 跳空第一开 然后就 猛的往上拉 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行情有点奇特 但其实那个时候 是一个 这一波波澜 壮阔的一个行情 的起始点啊 呃 所以大家 做多的啊 还是要注意控制好风险 不要想得太太那个了啊 但是做空的话 你不要随便做空 大家看到了 很多人可能看 其他的指标啊 指数在做做空 结果呢 就前一段时间嘛 一直在往上创新高啊 反正大家有自己的交易系统 控制好风险就可以了 呃 目前个人总体看 美股是偏高的啊 如果比如说 再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之后 那个时候 再震荡 那个时候 严谈可能说 可能低了一点 有可能可以 比较适合建立中长期的仓位 目前这个 做短线可以 中长期的仓位 不太适合 适合创建啊 个人认为 但这是指数 指数整体情况 有些个别的个别股票 可能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这个是短中期 那么中长期的节奏 大家分析了 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只剩去5410 4960 好了 本周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希望呢 我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